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你就是佛 不放下不放下还是佛 不能说你是不是佛 你是带着妄想分别执着的佛 真的不是假的 佛不敢侵卖一个人 那为什么呢 他知道统统是佛 到极乐世界 就成佛了 那个地方休息的环境好 人的寿命长 无恙受 而且快速成就 为什么休息的环境好 决定没有障碍的缘 被你遇到 你在那里找不到遇上的地区 都是成就的地区 因为你在那个地方 你所接触到的 都是诸佛如来 诸大菩萨 到西方极乐世界要晓得 你能够时时刻刻接触到 尸方一切诸佛如来 你有能力分身 坐在那个地方 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分无量无边身 到尸方世界去拜佛 供养听佛说法 这是尸方世界里没有的缘分 极乐世界居足 所以光学多文 到极乐世界 真的光学多文 祝佛亲自教会 你有能力分身 你是这样殊胜的 音乐 这么殊胜的 学习环境 怎能不去 何必贪恋此地 释迦摩尼佛 怕我们在这里动贪恋的念头 所以一生不搞到这 没贪恋 树下只准睡一晚上 为什么呢 这树也阴压很大 你起了贪心 只能睡一晚 第二天到别的地方去 断你的贪心 这真叫善瞧方便 帮助我们 不生烦恼 帮助我们 不造罪业 这就是大事音乐 那么也有人讲 这个大事音乐 生死大死 有这个意思 不够透彻 透彻还是要一经来说 今天里面 给我们讲的 开示误入佛指之间 就为这一段事情 那么这一段事情 在整个佛法教学里面 它有三个阶段完成 学佛 学什么 经典里面 我们常常念到的 阿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一句话 是繁文音译过来的 可以繁 可以繁为什么不繁 叫尊重不繁 因为它是你修学的 终极目标 所以保持着繁文 尊重它 翻成中国人 叫无上正等正求 这就是 我们要圆满佛的知己 这三个阶段 先求正求 求我 正确的求 不拼不携 都是自信本有的 那如何能够成正求呢 你只要对 试出世间一切法 不再执着了 执着放下了 你就成正求了 成正求 有一个学位的名称 叫阿罗汉 你就正得阿罗汉 所以诸位下的 正得阿罗汉 就是成正求了 开始读入佛的之间呢 你达到了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继续再放下 放下分别 分别比执着亲 执着是很严重 执着才有六大轮回 执着放下了 六大就没有了 超越六大轮回 没有 六大没有了 假的 像做梦一样 醒过来了 那个梦境不存在了 你再放下分别 与试出世间一切法 不分别了 那你就提升了 境界上升了 你就正得正等正求 正等正求 称之为菩萨 这是佛法的第二个学位 你就称菩萨了 谁不是菩萨 放下就是 最高的这个学位 上面加个无上 无上正等正求 这个学位名称叫佛陀 所以 大臣经要的佛常说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你说是不是 是啊 你只要把妄想分别 执着放下 你就是佛 不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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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佛 不能说 你是不是佛 你是带着妄想分别 执着的佛 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佛不敢 不敢侵蔓一个人 那为什么呢 他知道通通是佛 佛佛平等 佛佛 是信德交流 佛看一切众生是佛 众生看佛也是众生 他用分别 他用分别心去看他 用执着心去看他 那就不一样了 看错了 所以你要问问 我哪一天成佛 很简单 哪一天呢 你看所有一切众生 都是佛 恭喜你 你成佛了 不但有情众生 都是佛 书木画草 山河大地 没有一发布 你成佛了 你还看这个喜欢 看那个讨厌 那你是六道反腐 佛就为这桩事情 出现于事 帮助我们这些 迷惑颠倒的佛 恢复正常啊 这就是祝福菩萨 这个星期的音乐 阿 米 佛 佛 阿 米 佛 佛 阿 米 佛 佛 好